即使鎖定股市消息 别忘了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各位亲爱的一个投资朋友 大家好欢迎收看 标股新天地 我是股市大兄 陈确信陈老师 今天台北股市的表现 真的是相当的一个刺激又精彩 上下政府高达200多点 为什么今天开高上来之后 尾盘会再度的一个震荡压下来 其实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很多人 看到的一个昨晚美股的大涨 美股大涨以为稳了 今天开高上去 再不买来不及了 所以今天很多人早凡 看到大涨上来 纷纷跳进去 跳进去之后 尾盘自然又给你怎么样 大喜胜温暖 其实这些都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 我常说市场永远充斥着三种人 第一种就是先知先觉者的一个赢家 先知先觉者 懂得买在别人不敢买的一个地点上 就算这一次 指数跌破万事关卡的一个时候 我问各位谁敢买 但是为什么我敢买 我相信你都看到了 但是后事后觉得 往往都是等到的一个 指数大涨上来了 稳了 那这个时候才想要来进场 就像今天突破镇上的一个月线之上 那很多人找盘会去追高 当然了 你今天进场 我觉得也还OK 但是最怕的是不知不觉者 往往都是等到的一个 指数大涨确立了 来到了一个万七升数万八的一个时候 这个时候才想要来追价 那我想这样就不太好了 那虽然今天尾盘震荡的一个压下来 不过是不是代表的 这一波的一个反弹的一个行情结束了 我可以暂停节铁告诉大家 还没有 为什么还没有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你想想看嘛 所以这个指数跌破万事的时候 国安基金紧急启动的护盘机制 就已经很明显的一个表示什么 表示万事已经是政府的一个底线 你千万不要怀疑政府做多的一个决讯 跟企图心 就像当时候的一个索罗斯 去取决的一个香港港币的一个时候 那你想想看 到最后的一个索罗斯 结果怎样 在香港吃鱉 产赔了一个将近百亿 后来暗然的一个立场一样 所以俗话说明不予观透 所以你可以看到既然在这个地方 有国安基金的一个加持 那么重点 还是在于你要怎么样来操作 怎么样来掌握嘛 你可以看到短短的一个七天 大涨了一个将近的一个千点 所以今天的一个我们的一个 代会朋友的操作很简单 我们今天除了把大小物理的群组 那所操作的一个 跟指数联动性的商品 我们顺势获利了解之外 那包括的一个我们调节部分的一个持股 但是我并不是所有的股票都一定要卖 那这还是要看个股 比如说 你可以看到今天开高大涨上来 在早上我就跟我的一个会员的一个大小物理群组报告 我说这一波的一个这样 这一波我们破担担担已经大赚超过的一个900点以上 所以在早上9点04分 9点04分的时候 我们就建议会员朋友 在这个地方可以顺势试价 获利出金 我们再转战到下一个月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商品的一个期货 那么包括的一个这样 包括的一个3093的一个港建 你可以看到港建 当时候我买在7月4号112 跟7月12号136 那我都在公开无视 跟大家一起做分享 我相信只要你是我粉丝好朋友 也都可以帮我做检证 那么随着一个股价的一个大涨上来 很多人才开始怎么样 才开始在化修 但是你可以看到我怎么做 为什么大涨上来 目标达正 我告诉你不要追了 在这个时候要懂得见好就受 我相信 我们的操作大家都有目共睹 从112到162 光是这样短短的一个这样 这个时间价差就超过多少 就超过的一个4成以上 那么再来包括了一个这样 光学的一个镜头的一个 这个古后的一个浴金光 你可以看到浴金光 我买在什么地方 390 我没有买在最低 我买在390 都有讯息为证 买进之后 我还两趟下操作 然后这一波大涨来到453 你看7月15号 开高大涨上来 我就建议会员们有 张数多的 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顺势试驾获利 获利出一趟 仅留一成的一个基本多单续棒 你看看到光是这样 才几天的一个时间 一张价差多少 63块 10吨就多少 10吨就63块 高档 开心 获利换口袋之后 你看今天的一个浴金光拉回 拉回棒嘛 为什么 有拉回才有DJ上车的一个机会 那么下一趟的一个DJ的一个机会 在什么地方 你想把握就务必赶紧跟上 大西雄的一个脚步 再来包括的一个东哥游艇 这也是我们六月份的一个代表作 六月份从177一路赚到207 然后这一次从183 带会员朋友锁定布局买进之后 现赚两根的涨停板 开心获利换口袋 一切都敢在敢讲在前面 我相信呢 只要你有持续锁定我的节目 也都可以帮我做见证 再来包括的一个就是这一道光 先进光 你可以看到这一波的先进光 表现非常的强 从我们62块8 我们带会员朋友锁定布局买进之后 你可以看到这一波来到78块 那么短线的一个操作者 我就跟我的一个会员朋友报告 我说75块以上 你闭着眼睛随便卖 轻松转 但是中期仍然是看好不变 为什么仍然是看好不变 待会我再好好跟大家一起做分享 再来啊 包括第三代半导体的一个汉 那么这也是啊 我们的一个核心持股 5月份的一个代表作 你可以看到啊 我们之前上当理计的 架差帮会员朋友创造啊 高达的一个67%的一个 架差的一个获利之后 然后这一次啊 我在7月14号啊 你可以看到讯息 7月14号直接试价啊 在在怎么样啊 在出手买进 出手买进之后 那么今天啊 大涨上来 准备来挑战的一个月线的关卡 那今天大涨上来 我就跟我的一个会员朋友报告 我说今天啊 大涨上来 来到的一个月线的一个关卡 短线上我们总是要尊重一下嘛 所以在这个地方张述多者 我们自然可以怎么样 顺势市价获利出一趟 出一半 但是我的一个基本股仍然是 续胞没有改变嘛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是这样站站进进的一个 带我们的一个会员朋友来操作的嘛 如果你今天看到大涨 你才去吹 你今天留下上影线 你怎么办 但是如果你早一天跟上大涨脚步 你看我87块带你买 那么今天大涨上来103块 我们开心获利出一半 光是这样一趟的一个价差也有多少 18.4% 18.4%将近两成 你不要小看 一档股票两成 两档股票两成 四档股票下来 你的财务马上就翻领倍 更何况你可以看到 不论是港建也好 不论是东哥游艇 不论是仙境光 这一波我们怎么带会员朋友 一档接着一档的一个开心的一个大涨上来 当然并不是说每一档的一个股票 哇今天大涨上来都要卖 你可以看到 像第三大半导致的一个汉磊 汉磊今天大涨上来 我今天没有卖 但这档股票我已经 第三趟的一个价差操作 第一趟75块到82块6 第二趟75块8到79块6 第三趟77块半 到今天来到86块4 这个都有信息为止 你可以看到光是这三趟的一个价差 就已经达到多少 就已经达到的一个价差 达到的一个超过26% 而且我可以告诉大家 都还没有结束 为什么还没有结束 为什么我看好它 第三代半导致 汤花家这个都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我就告诉大家 所以你可以看到从汉 然后再到家庭 我怎么样带会员朋友 一档接着一档的一个开心大转 那么甚至包括的一个二级体 也是一样 二级体我带会员朋友 锁定的一个是什么 强帽 你可以看到强帽 这档的一个股票 这次的一个拉回 我在55块半 54块半 我带会员朋友锁定 也是同样三趟累计的价差操作 这档股票我也还没有卖 第一趟54块半到59块7 第二趟54块半到57块6 第三趟55块半到今天来到63块2 三档累计的价差也达到多少 也达到26% 所以你可以看到 当机会来临那个时候 如果说你还在担心害怕的时候 你会发现后面你会一档 接着一档 财务会跟你擦身而过 所以为什么我常说 低档赶进场 大涨喷出 舍得卖 会买会卖 才是争获利 那么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个 实战的一个 实战的一个操作的一个绩效 所以你会发现 大师兄跟其他表演型专家 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第一个 我一定都是怎样 事前分析 事前跟大家一起做分享 那么第二个 有评有趣 为什么我会买它 都一定要有我的一个理由跟根据 让你可以买得安心 然后事后验证 我买卖的讯息 我一切都敢公开 在摊在阳光之下 我相信 只要你是我群组 很少朋友 也都可以帮我做结证 但是 目前市场上 很多的一个 很多的一个专家 只会在那边 刷嘴皮子 到底有没有买 有没有卖 只是嘴巴在那边讲讲 那这些你会信吗 但是你可以看到 大师兄有一分身去 就说一分话 这就是我们的原则 而且大师兄还会帮你 做好风险的一个控管 赚大赔小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 我们的一个操作的一个原则 那么随着一个 今天的一个指数尾盘的 一个这样的一个压回 为什么尾盘的压回 我认为是很棒 站上去夜线之后 接下来我可以告诉大家 准备挑战极限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你想想看 虽然今天那个指数 是呈现开高 震荡压回 尾盘是收小红 但是你会发现 其实盘面上 还是有很多的一个股票 持续活蹦乱跳 很多的一个跌生股 一档接着一档的一个 指纹的一个大涨上来 不论是IP的一个 细致材的一个力望 ASIC设计的一个四星KY 或者是创意 甚至再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IC的一个载版的一个 新兴蓝店 那么甚至啊 再到的一个这样 第三代半的 到底的一个汉瓶加进 我相信你也都看到了 以及信心源 微信电的一个麦克风 包括电脑周边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的一个光宝 甚至你会发现很多啊 很多的一个中小型股啊 在这个地方啊 也开始一档接着一档的一个 轮动就不要涨停满 这个代表是什么 代表的是啊 主力回来了嘛 大咖资金回来了嘛 既然都回来了 那么短线的一个震荡 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好担心的呢 那么再来你可以看到啊 每一次当国安基金呢 宣布进场护盘的一个时候啊 从2011年啊 当时候啊 国安基金进场护盘了 结果指数从此就没有低点 那么甚至啊 当时候护盘的一个天数达到121天啊 指数震荡反弹达到23.6% 2015年啊 当时候啊 也是一样 国安基金宣布进场护盘 指数从此没有低点 那么后来 护盘天数达到231天 指数震荡反弹23.1% 2020年的新冠会员疫情 当时也是一样 国安基金宣布进场护盘 从此就没有低点 护盘的一个天数达到209天 指数啊 的一个怎样更猛啊 反弹幅度达到超过107% 那么同样的一个 这一次啊 在国安的一个基金呢 宣布啊 进场护盘开始 你可以发现照 到今天为止啊 指数都已经反弹大涨了一个将近的一个千点 而且 而且你可以看到 从国安基金护盘开始到现在为止 有没有低点 没有低点啊 并且今天也站上了一个时日线跟怎么样 站稳时日线跟月线的一个位置趋势上嘛 那么配合的一个年底 现日长选举行情的一个开跑 那你想想看现在才7月哦 选举是在11月哦 7月8月9月10月11月 哇还相当于将近有5个月的一个时间嘛 哦那么这5个月的一个时间 你怎么样来掌握嘛 一切才刚刚开始啊 趁着现在最好的一个机会 你就是要懂得来把握 哦那么到底要怎么样来把握 比如说像这一档啊 我送给大家的一个心心之我心 哦那么这档的一个股票 我高出一趟 我开心获利出一半啦 哦那高出地径再赚一趟 哦那这档股票我持续看好 哦那为什么我看好 哦你可以看到哦 哦它是掌握到什么 电动车嘛 哦电动车是未来趋势 电动车跟公控 这些都是产业趋势向上的一个这样 哦的一个股票嘛 哦那么尤其啊 因应市场的一个需求 哦那么公司在整个的一个苏州厂 啊产能满载 哦福湖厂啊也要扩增新厂 哦那这些新厂要第三季 要陆续的一个加入营运 所以预期在整个的一个营收 将渴望持续爆发成长的一个加持之下 哦那么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如果有拉回的话 是不是就是你的机会 这个机会你怎么样来做把握 哦那么再来包括低轨道卫星的 跟干领股的一个生达科也是一样 哦你可以看到这档的一个股票 我们六月份的一个代表座 从150块哦 带货品有一次赚到180块 哦那么这一次啊 随着一个股价的一个止跌的一个气息的一个浮现 哦那么低轨道的一个卫星 哦包括这个网通 5G网通这些都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嘛 哦那么像这样一档啊 前景产业看好的一个股票 如果有拉回的话你怎么做 你怎么做 如果你不晓得怎么样来掌握 你是不是要赶紧来找大师兄 哦那么再来包括的一个这样 这档的一个喜鹊的一个暴喜 哦那这档的一个股票 我可以告诉大家我相当的看好 为什么我相当的看好 它也是一档车用电子的一个一档的一个股票 哦那么尤其哦 它受惠母公司的一个这样啊 这个敏时电子盒的一个订单 不断的一个驿注嘛 那你要知道哦 敏时啊 它获得的一个德国豪华的一个品牌啊 下一代电动车平台 百亿电子盒的订单嘛 那这些都会带动这档的一个股票的一个这样 这个后市营运大爆发 所以你会发现六月份第二季 以及啊下半年啊 上半年的营收啊 都同步改写新高 哦那么 在整个湖州的一个红硕厂 新产线六月开始要投产出货 那未来包括湖北的一个咸银厂 还有欧洲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塞尔维亚厂 都在第三季要陆续投产 所以你想想看哦 随着一个新产开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量产的一个带动之下 那像这样一档 后市具有爆发成长机会的一个股票 啊现在这刚才开始而已嘛 刚才开始你是不是要懂得赶紧来做掌握 哦就像啊 先进光一样啊 你可以看到他有护爸爸的一个加持 大力光的一个加持啊 结果你可以看到这一波的一个股价怎么样的一个 汉地的一个把冲大涨上来 哦那么同样的一个这档的一个股票也是一样 他有护爸爸的一个加持嘛 对吧 护爸爸的一个加持 啊就已经告诉你很清楚的告诉你们啊 我未来的一个订单 我未来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获利 获利啊 哇的一个成长无限好嘛 所以像这样一档有未来 有成长性的一个好股票 哦你是不是要懂得赶紧来做把握 怎么样来做把握 我常说啊 呃思路决定出路啊 想要有钱还要敢于有钱啊 哦但是为什么哦我们可以看到啊 哦市场上很多的一个投资朋友 哦为什么常常在股票市场上赚不到钱 哦你可以看到啊 很多人都是啊会觉得 哎呦啊这次的行情啊这敢不敢买 哦那很多人啊往往都怎样 哦往往都啊觉得啊钱不够花 我买不起太贵了 哦如果我老爸是磨磨磨磨就好了 但是你会发现哦 有钱人他的一个想法绝对跟你不一样哦 有钱人他的一个想法 他一定觉得这个东西有没有价值嘛 哦那么现在的一个 现在的一个位置点哦 是不是这个股股票是不是物超所值嘛 哦现在来怎么样啊 在这个地方做投资 我是不是能够创造更大的一个获利吗 所以有钱人的一个想法 他在想的在考虑的是这些嘛 哦所以所以我我还是要再次强调 哦你一定要懂得累积所有的我能嘛 你就能够成就财富人生嘛 哦那么怎么样来成就财富人生 很简单啊 哦也欢迎各位啊 预约涨停板的机会 哦那么今天只要打电话进来 哦感恩大回馈 哦一年只有一次啊 哦最大的一个优惠 哦只要打电话进来 我敢保证 用最低的门槛 让你所有的愿望 一次满足 哦这是史上啊 绝无仅有的优惠哦 哦到底有多大的一个这样 多大的一个机器 哦你可以通过以下这个电话 哦跟我们线上礼专人员啊 来取得这个联系的一个动作 哦并且只要啊完成手续啊 哦大胸这套啊的一个 哦与大物同行啊全套实战的一个寒寿课程 哦让你一起带回家 哦那特别是啊如果说啊你目前手上还啊 仍然会有一些啊 啊不对或不会涨的一个股票 比如说啊有些人啊可能啊手上握有面板双虎 哦因为最近我看到很多这个投资朋友哇我很多加入我的一个阵容 哇看到他的股票 哇包括的一个友达哇套在二十几块 哇群创套在二十几块 哦那么甚至有的啊包括的一个面板的去中IC的一个联勇哇套在的一个五百多块 哦还有的一个是什么哦 哦货柜的一个人的一个长龙哇套在两百多块 哇一百七一百八的比比皆是啊 甚至阳明也是一样啊套在两百多块啊 甚至啊哇一百三一百四的比比皆是 哦那如果说你手上呢 哦仍然会有这些这个股票 哦那么你怎么样运用价差收入 或是怎么样以股换股 哦把你啊啊过去所损失的给加倍百倍凤凰赚回来 哦只要你有心 有想要赚钱的去除心 想要把过去的一个所失去的给加倍百倍凤凰赚回来的一个投资朋友 来只要一档 只要一档拼翻身啊 股票我常常在说也不用多嘛 哦只要掌握到一档对的股票 哦就像先行光 你看先行光这一波怎么样涨了 哦所以只要一档对的一个股票 哦大家希望 都要大家串好了 哦下一档的一个先行光第二 哦东哥游第二 哦大家希望都串好了 也欢迎各位预约涨停板的机会 哦怎么样来预约涨停板的机会很简单 来第一个 QRQ赶快散问一下 哦只要加入我们的一个标股系列 的一个群组 哦成为我们好朋友 在线上停写好表单 哦或是直接打电话进来 哦我敢保证啊 用最低的门槛 让你所有的愿望一次满足 欢迎各位的来电 02-23219933 022329933 我们明天同一天见哦拜拜 本公司以往节绩效不保 节目来获利 且以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件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控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写行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你想赚钱吗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18位专家提供最快最多样的看法 从每天早上10点半到晚上10点 每30分钟就有一档最新的影音上架 你还在等什么 下个富豪就是你 吉祥塔 第一档最新的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